根據統計 這股沙回收量 每年都在增加 九字控制空年已經七點八萬斤 不過靠條可以做一手塞 它還有三十五趴 讓人當作本所收掉 為了要鼓勵順款 再利用有民間團體基盤 中國基盤已經頒八年了 希望說這基盤 今天可以來照顧這些古代的老大人 對皮包啊 蚵仔 到小孩 應有情有 民眾的愛心 經過整理 日出的蜜蜜也肯變黃金 洪德老人好利基金會 今年第八年辦政品議賣 對現在開始到八月中 要收一八九三新的衣服和皮包 希望不到六十萬 做照顧高大老人的資金 我們去年大概掉了四成左右 那很關鍵的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蠻多數寄來的 他們通常都會把這樣子的衣物 都送過乾洗 不用擔心 其實可以一起走出來購買 其實古代的回收量這幾年 因為環保醫生提升 收的量 每年都在增加 不過真的可以拿來做日出蜜蜜 三十九 那看數字 最近五年來環保數古代回收量 日空一六年四點八萬檔 到日空日空年有七點八萬檔 不過真的拿來做日出蜜蜜比例 才是每年都在漏 日空日空年靠到 去做拍佈的 六倍腰有三十五趴 動作本屬燒掉 敏感團體希望透過日賣 讓古米仔賺款再利用 在今天一天影響 冠軍議員敏感團體表示 事物主的志願都會做整理 不過要是建議 買關進政要盡量達成 限界團燃風險 目標是無得一千人的愛心 替無以無外老人 真一分心力 記者 阿民真正派問 台北報道